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非常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收听心灵丸岛 我是英如 探望心灵丸岛成为你心灵的加油站 也可以成为你生活当中的火 好伴哦 那今天呢 英如为你邀请了一位很特别的来宾 她是陈威宇 那威宇呢 她是现在有很多海峡两岸很夯的歌唱节目 这些明星或者是歌唱选手 他们指定的歌唱老师 而威宇呢 她也是在中国大陆的 卢兰青蛇控声乐学的传人 那卢兰青老师 她教育出了许许多多 世界级的声乐家 那么今天威宇呢 来到心灵丸岛 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故事呢 在一段音乐过后 我们就要和威宇见面咯 哈喽 威宇欢迎你 哈喽大家好 威宇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威宇 我是歌手的歌唱指导 也是演员的声音指导 我是Mr.Voice 陈威宇歌唱教学系统的创办人 然后也在去年十月的时候 出了我第一本著作 叫做唱出好声音 我现在手上呢 有威宇出的这本书 唱出好声音 这照片好年轻哦 跟你现在没有落差 谢谢 知道说最近 真的是非常忙碌嘛 当空中飞人 然后还有点感冒了 对 从你的声音里面 可以听得出来 有一些淡淡的鼻音 是 但还是很好听 谢谢 那在这本书的后面呢 我觉得讲到 真的是会让人 对这本书非常好奇 因为你这本书的后面 写到说 唱歌不需要练习肺活量 是 不用管头腔共鸣 是 可以不要听自己的声音 是 单纯回到心中的感受 就可以唱出 富有特色跟情感的歌声 在这本书里面 你也谈到 很多人遇到的 歌唱的困难是什么 其实在肺活量上面 你可以看小婴儿 小婴儿其实肺活量 非常的小 可是它却可以一直叫 声音超大 对 而且不太会沙哑 因为其实小婴儿 对于声音的发出 这个行为 它并不会考虑太多 它的感觉是什么 它就发出来 所以其实歌唱 对有人教唱歌 或是学唱歌 它是一个帮助学生 恢复到小时候 那个自在唱歌的样子 小时候你就很喜欢唱歌吗 对 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唱歌 然后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很大的家庭 我的爷爷奶奶 有十个小孩 然后我爸爸是最小的 我们家族聚在一起 最大的娱乐 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唱歌 爷爷奶奶 有留下事业 给整个家 所以我们家什么 员工旅行啊 我们在游览车上 都不是在睡觉 都是在唱歌 所以家庭教育 真的蛮重要的 当这个家庭的成员呢 都很喜欢做某样事情的时候 孩子们不由自主的 孩子们不由自主的 就会被宣讨出 那样的兴趣来 那么你在 《唱出好声音》这本书当中呢 除了告诉我们 怎么唱歌 可以把歌唱好之外呢 也分享了你自己的故事 那么就让我们 在一段音乐之后呢 请微雨继续跟我们分享 我已经确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确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确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看到一个一个 要命要力 未经前无情又无意 这样的生活 是否会 让你开心 我不知道你 会不会相信 上帝给的真爱真理 他在我生命中 曾经遭遍很多奇迹 你让这世界更美 有了你是这边的没烦恼 又不无聊 又没争吵 你让这世界更美 有了你是这边的没烦恼 又不无聊 没争吵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心灵丸岛 我是音儒 非常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 刚才我们所听的是 陈梦琦所唱的歌曲 《决定》 那么今天呢 心灵丸岛为你邀请的 特别来宾就是 唱出好声音的作者 陈微雨 下来的时间 陈微雨要来跟我们分享 他的生命故事 我有一个妹妹 一个弟弟 那因为家里 曾经在一次的变故 就是我爸爸 金钱使用不当 金钱使用 是投资上面 有出状况吗 还是 也可以出这种投资 就是那个时候 年轻把不懂事 就是他那时候赌博 输掉了所有的家业 确实是有人 把赌博拿来当投资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对 有时候会一时的想不开 就是可能觉得 很难好玩 没想到一下子 整个家族的企业 还有房子 全部输光 有负债吗 有 有上千万吗 有的 有的 而且现在是地下钱庄的上千万 你那时候年纪多大 我那个时候国小 家里会开始有吵架 整个大家族 后来就会 开始有一些 讨债 黑道会直接冲进我家 就是在我放学的时候 躲在巷子里 我就开门 他们就从巷子里 冲出来 直接往上冲 冲到我家 然后我那个时候 要带着我的弟弟妹妹 一起到楼顶 等着他们离开 其实那时候很常做噩梦 家里的工厂收了 所以妈妈开始做小吃 然后爸爸 有一阵子时间 甚至他不在家里 他要跑路 那时候我也会跟我爸妈说 我会做噩梦 梦到有人就是 上来杀光 杀光楼下的人 对我而言 我那个时候 我是很害怕的 我没有人可以说 会躲在棉被里面 偷哭什么的吗 会啊 当然会啊 好心疼哦 是 那时候妈妈也会跟你说 你要有骨气 你要你要加油 你要你出去 不能被看不起 你要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很痛苦吧 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打工 那同学就会觉得 你怎么那么爱钱 你是怎样 就是 因为大家都去玩嘛 大家有时候下课 就去看电影啊 什么的 但是我不可能 我一定要去打工 当初是因为 爸爸赌博的关系 所以家里面才会有 发生这么大的问题出来 是 你对爸爸的那种感受 怎么样 会不会很纠结 我曾经是很恨她的 非常的恨 然后我妈妈 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 很好的 很贤德的女性啦 她一直在等我爸爸 跟我爸说 没关系 不管怎么样 只要回来一起面对问题 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看着爸爸的狮子 那你会觉得 很气这个人 后来其实我爸回来 他没有离开太久 他就回来了 你看着他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看着他的眼睛的 你甚至会觉得 看着他就有点想吐的感觉 那时候我会跟我妹说 就是我们以后长大 要买一个城堡给我嘛 不要买给爸爸 可是后来我们想想 可是不行耶 好像还是要给他一个地方 那我们就说 那我们买一个笼子 给他好了 笼子 是认真在讨论这件事吗 这是小朋友的同言同语 当时候的生活 看似乌烟瘴气 可是在你的心里面有一片天 是 那个天空 我想跟唱歌有关 高中的时候创立了 一个流行音乐社 叫做歌唱社 华江高中流行音乐社 当时会创这个社团的原因 是因为学校有热音社 有合唱团 但都不是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 所以我就创了这个社团 也开始学唱歌 是 那么喜欢歌唱音乐的威宇 后来上帝会如何的带领他 继续的迈向唱歌之路呢 还有他的家庭 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套 那下一次威宇会继续 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 也希望你继续的收听 心灵丸岛节目咯 我们空中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